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个漫画初选比赛的各组前三名得奖学生 以及校亲家庭抬模展现张化线家庭教育经营绩效 那么我们看到了有这么多非常优秀温馨的这些小朋友们 他们的这种孝顺父母亲 那么尊敬长辈有爱同学的很多的德行意识 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我相信这一次的活动已经会让大家学习到 如何来孝顺 如何来有爱的这个真谛 未来我们张化线真的是会成为一个道道地地 名乎其实的幸福的好城市 受表扬一百位校道学生中 校亲家庭抬模受奖学生有十位 最值得赞许的是有三位荣获教育部一百年度校亲家庭抬模 包括伦雅国小张家勋 南国国小祝中全 以及蒲延国中陈伟哲 很高兴 我能获得这次的校庭家庭抬模使我非常的荣幸 平常我都会在家里帮助父母 以及协助他们做家务事 希望大家也能跟我一样帮助父母 这样才能使家庭更和乐 其中张家勋的老师魏军燕说 家勋的父母是做水煎包小吃 妈妈因故脊椎受伤 家勋是个贴心的孩子 常常都会帮忙切高丽菜 并且牺牲假日寒暑假 代替妈妈到小吃摊上帮忙 不仅其校型值得表扬 在学校他的功课也名列前茅 也常参与志工活动 更足为楷模 因为现在的一个社会 这样的小孩子 这样的表现真的很不错 所以刚好借由这次 就是孝心家庭楷模的表扬 那推荐他 那也很荣幸能够获得推荐 就是被推荐上这样子 那希望大家看到家勋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表现之后 都能以作为 借为一个典范 然后向他学习 向他学习 然后也能够帮助自己家里的爸爸妈妈 让自己的家 让解清爸爸妈妈的一些负担 然后成为家里的一个 得力的一个小帮手 表扬活动现场 邀请国中组闽南语演说第一名 大同国中范子轩同学 以及国小组北区国语文说故事第一名 中山国小陈文军同学 透过他们的论述 唤起民众对于家庭教育的重视 提高每个人心目中爱的能量 公益频道许为珍 彰化 采访报道 打倒 理论 steINS